这是我做的 这是我画的 今天就教大家画个圣诞花环 首先先画两个童心圆 然后来画每个装饰品的草稿 要学会用几何图形来概括起形 比如松塔用圆形 柠檬片用齿轮形 花尽量用直线来代替曲线 再把大型进行细致拆分 松塔其实就是一层画五个 后面的层见缝插针 剩下所有的图案都按照同样的起形方法画出来 勾线笔刷墨水渗流 湿边刷边调到最大 散布调成零 勾线没啥难度 但是得耐心勾啊 然后来铺大色 我用的笔刷晶圆水彩 小心点尽量别涂出去 笔触叠加的地方 用湿海绵笔刷来涂一下 这一步我们只铺每个地方的固有色 用正片叠底画暗部 三个层次把内部加深 外面画一层雪 每一半都是同样的画法 每个装饰品上色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先铺一些渐变色 再刻画暗部形状 保留笔触质感 不要老用涂抹去破坏 最后再用高光点缀 再讲个蝴蝶结的步骤 也是先画有形状的暗部 然后亮部如果要用涂抹 也是只抹掉其中的一侧 再加个小白边 最后点缀一下就完工了